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死均类 来看死均类的一个概述 还是要查看它的API 看一下死均类的一个说明 好 那就打开咱们的API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来一个死均 好 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它是扎我点Long这个包下的 那么扎我点Long包说明什么意思呢 说明这个包下的是不用导包的 只要是扎我点Long包下都不用导包 然后再往下看 它的直接负类是object类 然后再往下走 那么它是用final修饰的 也说它不能有死类 死均是final修饰的 然后看这里面介绍 说死均类代表的是字不串 扎我程序中把所有的字不串字面值 如ABC都作为此类的实例实现 什么意思 也说ABC字不串 其实就是死均的一个实例 就是死均的一个对象 PersonP等于NewPerson 那么NewPerson属于这个Person的一个对象 而在这里面它稍稍特殊一点 这个ABC就代表着死均类的一个对象 然后还有这样一句话 说它们的值在创建之后不能更改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好创建一个包 包叫做Tom.黑马 黑马然后点死均 那么Ctrl N 然后叫做Demo1 死均 加了一个主方法 Pinit 然后我们把这句话拷贝过来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句话 在复制 拿过来 然后Ctrl V 担一下 好 那么第一句话 说ABC可以看作一个粗刷对象 那就这样写的 STR等于ABC 那么它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原来咱们写的 这样写的 叫做Person PE S1PersonP等一个NewPerson 那么它代表是一个对象 它是不是代表也是一个对象 ABC代表的是ABC 可以 可以怎么样 可以 看成 看成一个字符串 对象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可以调用死均里面的方法 那你这个Person P等一个NewPerson 这个P是不是可以调用Person里面的方法 那这个STR 它就可以调用的是死均里面的方法 好 接下来再来看 说字符串是常量 一旦被复制 就不能被改变 那这话什么意思呢 它现在被复制了 STR里面记录是不是ABC 好 我们打印一下STR 打印一下STR 来 运行一下 那么输出结果是ABC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在讲ObjectLate的时候说过 如果你在打印对象的引用的时候 输出的结果 它不是左边是类名 中间是At符号 右边是Hashicode的16G的表现形式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个类肯定重写了突死均方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去重写突死均方法 好 往下找一找 找这个突死均 好 来看一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突死均呢 返回此对象本身 它已经是一个字符串了 返回此对象本身 对象是谁 对象是不是ABC啊 所以呢它其实就将ABC给返回了 那么在这里面 你STR.to死均 这个结果它也是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ABC啊 咱们说到打印对象引用的时候呢 默认会给我们教用这个突死均方法 好 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 死均类 重写了 突死均方法 返回的是该对象本身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说这么一个事 就是一旦被初始化 一旦被复制 就不能被改变 STR就等于了DEF 那这里到底能不能改变呢 好 我们来运行一次 大家看 输出结果是DF 然后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不骗人吗 你不说一旦复制为ABC 它就不能被改变了吗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改变是如何改变的 你有没有把ABC给改了 那么ABC呢 它代表一个对象 它把地址值付给了STR 对不对 然后呢 DEF是不是也代表一个对象 那么它把地址值也付给STR 那原来STR记录那个ABC就变成什么了 是不是就变成垃圾了呀 你在这里面 New Person 复制给P 对吧 然后呢 当你再来一个New Person 复制给P 那原来那个New Person 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垃圾了 但是你这个New Person 它可以改变里面属性值 对不对 而我们这个ABC 没办法去改变里面属性值 就一旦处始化 它是指的这个ABC 那么它就不可以被改变了 除非它变成什么 除非它变成垃圾 那么当你把DEF 复制给 复制给这个STR的时候 原来这个ABC就会变成垃圾 当把DEF 当把DEF 复制给 复制给STR 原来的 原来的 ABC 就变成了垃圾 就 变成了 垃圾 那么这就是 它所谓的 一旦被复制 就不能被改变 而你这里面 一旦创建完对象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SET方法 去改变里面属性值 它里面 没有这样的SET方法去改变 所以呢 复完值之后呢 它就是ABC了 然后呢 你想改变它 那就把ABC变成垃圾 就可以了 那么明白这意思吧 好 这就是咱们这个支持点 咱们在这里保存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